各位评审以及语会者,大家好。 我们是绿洲计划致力于改善特殊选材学生所面临的困境。 什么特殊选材? 特殊选材是一个不采集学测成绩的新兴管道, 但是你也必须要够偏财专业及勤学, 才能够透过这个管道申请大学并进入大学。 在这个场合当中, G&B应该有蛮多组织专案以及语会者, 很多都是透过特殊选材生学的。 其实到现在,特殊选材已经经历了六年, 还是有许多高科班老师以及学校不知道什么是特殊选材。 而这种情况就会导致特殊选材的学生, 他们经常面临着资讯不足、学校的不重视以及资源落差等等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更会导致沉上之间不同地区的学生有不一样的表现差异。 因此我们想要打造一个特殊选材的交流平台来改善这件事情。 目前我们已经做了Discord的平台设立, 以及Pockets的影音节目的制作, 以及线上实际的活动的举办。 Discord平台我们主要是按照不同的学群进行分类, 有着不同的频道。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里面的成员能够在相应的领域当中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那我们也提供我们觉得很有特色的世界版,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开源文化的方式, 让成员能够在当中分享自己特选当中的经历, 以及他们可能有些被审视掉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在上面发布。 那在相关的这个天文底下呢, 都也是继续进行相应的讨论。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帮助未来的特选生。 那Pockets节目呢, 我们是与高作生的节目合作, 我们邀请不同的学生来分享自己的生涯历程, 以及他们为什么想要走特选择。 好,那接下来由我来说明一下我们的线上跟实体活动。 那我们的线上跟实体活动呢, 有包含我们的导生计划, 还有我们与Locker合作的Position团生的历程分享, 还有嘉义有事青年的代替生根。 好,那首先是导生计划的部分。 那导生计划我们主要是以一日的线上工作坊为主, 那它主要是一个八小时的一个课程, 它是线上的, 那我们主要是给予一些讲座的分享啊, 还有特殊学团上面升学的介绍, 还有大家可能很重视一些跟学长界的经验谈, 还有另外就是尽量尽可能的能够与学生一对一的进行辅导, 那包含一些可能备审资料啊, 面试技巧跟生涯规划之类的服务。 好,那这是我们导生计划的这个服务内容, 就是有分上下午, 然后上下午其实是都有一些讲师的分享,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小活动, 比如世界咖啡馆的一起讨论这些等等的。 好,那其实我们的导生计划也是有得到学人的回馈, 那我们也是很感动, 这次学员是表示说不管在他们的升学之下呢, 或是生润书审资料, 那又或者是他们的可能面试的一些技巧, 一些等等都得到一些很大的帮助, 那也是有说他们是第一次看到专门为特殊选材打造的辅导平台, 那很高兴能体验造品级, 怎么到的辅导活动经历, 那这让我们感动的应该就是, 因为我们的影响可以让未来的人也想要帮助学弟妹们尽一份心理, 就是能够辅导再下一阶的那些也想要特殊选材的学生。 好,那也有学生就是表达说他们对特殊选材有了更多的认识, 然后知道了更多不同的面向, 那也是了解更多有关大学未来的规划帮助这些等等的, 那也会贵。 好,接下来是跟拉克合作的特殊选材生的逆程分享, 那在活动触及率方面都是有接近到七八百人, 就是包含一些生科啊, 理工啊,艺术啊, 资工这些类别等等的。 好,那其实这个活动是线上参与的, 那是有150番位参与, 那实际上要占比, 高三的人数最多占比了52%呢, 这其实我们考虑线上也是因为我们想要让偏乡的学生能够, 透过线上的东西能够更加的接触到我们。 好,那再接下来是嘉义有诗青年的在地生根, 那这个主要就是我们以实体的工作房能够线下的接触到学生客群, 那就是摆设、参位跟触及到不同的客群。 好,那在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透过跟袭击不同民众之间的互动, 除了让我们认识到学生客群, 然后其实也让更多不同年龄层次, 包含家长这些等等的, 认识到特殊选合, 然后也让我们绿洲地下来有更多的知名度以及影响力。 好,那在最后我们的未来展望就是也包含我们之后, 我们在这之前与临时先辈咨询的一些事项也是我们为了展望的部分, 就是社群媒体平台这个部分是我们与临时先辈都有询问的, 就是我们期待是能够将社群媒体平台更坚定, 那目前也有做一些出处的规划, 还有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到更多的合作机会, 包含一些教育机构, 就是还有NGO组织企业这些等等的, 与更多企业进行合作,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是会期望能够举办到更多的活动, 然后还有教堂的制作, 那目的其实也是为了提高学习兴趣, 让学生找到他们到底真正想做什么, 自主学习, 然后也引领全家学者走入, 参数选才。 好,那我们的报告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那我先来请问, 那么提到这个甄选才也六年了嘛, 那大学生也要毕业了嘛, 有没有已经进入职场, 或已经大学毕业的特殊学生, 也会纳入你的未来, 变成他也是一个一份, 那应该在长期规划里面, 没有一种毕业生回顾这件事情的方向, 所以有没有想过这些部分。 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区平台是非常好的, 就是提高的资讯, 可是其实怎么样针对偏乡学者, 因为这个语言是大家都可以, 不是平常的也可以, 但是你要怎么样去实际上了解到, 你针对偏乡学者是有帮助的, 怎么样, 上一个问题就是那, 因为刚才应该是在MARK上面, 有做那些百多个人的活动嘛, 然后还有业生, 有去摆摊啊, 你在里面观察到, 因为原本就像刚才说, 原本想针对应该是更像的部分, 那你觉得以目前的两个东西来说, 就是一个大概怎么样, 就是有达到原本目标吗, 有或沒有的話可以明白 謝謝 首先進入職場 已經畢業的特殊選擇 會不會納入未來合作一份 這個是我們 確實是我們之前沒有想過的事情 因為我們目前都是大學 就是我們團隊內部目前都是大學生 那我們主要就是以目前的已經特殊選擇的管道為主的學生 在這個團隊裡面 那也謝謝剛剛福祥老師給予我們這個建議 因為我們確實一直以來都在尋找說 可能他是有特殊選擇經歷的學生 然後進入我們團隊 但沒有去想過說已經是畢業的學生他可以進來 那這也是一個資訊的一些變更 就是可能更多不同年紀 不同年紀不同年代的學生 在這組織裡面 就可以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雖然我們差了可能 這多差了六年 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有益的幫助 好那再來第二個是 針對偏向學生提供的幫助的話 那我們主要是之前有做過一份問卷調查 那這個線上的這個活動啊 我們當初與拉克團這個合作就是 也是有按照那一份的回饋去想到線上活動這個方法 因為在我們調查中 其實我們的那個問卷主要是以偏向的學生文集 然後偏向學生其實有說到他們覺得說 對他們來說硬體設備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 那對於他們來說 可以透過硬體設備去接觸到更多的資訊 還是這樣的一個更大的他們需要做到提供 所以我們才考慮以這個線上的方式 然後來出提到更多偏向學生的這個模式 那在拉克爾這個擺攀然後觀察到的偏向的情形 就是主要是因為我們這個活動是在加益 反而在加益 大家應該普遍認為 比起我們現在在的台大 就是不是不是不是這樣 不是沒有沒有情緒的對不起 就是很加益 我們這個算是一個事情的一個計畫 就是把它選定在加益 就是我們想要事情說 就是我們觸及到了天鄉的這個人群 這個客群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的事 或者是說我們在做白工 對 那想請問還有什麼想請問的嗎 我可以問是嘉益在哪裡嗎 是在嘉益是因為這次我們有分工 那我沒有下去參與 所以這個不是很清楚 我們這邊有人想請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有沒有興趣能夠邀請 就是已經進入職場的一些特選生能夠加起來 其實我們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在思考是如何要邀請接下來 因為我是112特選生 他是110特選生 然後接下來已經變113了 我們也希望能夠邀請就是113的學子能夠加入團隊 然後繼續以這個巡團的方式 就是永續的方式繼續把這個計畫 這個專案把它繼續下去 好 謝謝綠洲計畫 謝謝